早晨,女友肌 今天是2015年2月8日 昨天,基本上就嵌好這一部機 就是新嵌的APM的Codefire 先和女友肌介紹一下 以下的介紹我會分開三個語言 分別是英文,廣東話和潮州話 稍後會上YouTube給大家參考一下 首先,這部機主要是非FPV 所以會有一些鏡頭和圖傳之類的設備 我會逐一介紹一下 那部機的心臟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APM的控制器 接著會有什麼呢? 會有這個接收 這些接收會用回以前 炒了的CX20那部機的接收 以及整套傳承器都會用回 那還有什麼設備呢? 還有這個Gimbal,防震器 還有這個39SJ6000 相機 接著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呢? 這個就是臨時用的,因為正式的OSD 還未到手 就是上一次的就壞了 被燒壞了的立體 那這個呢? 就是窮人的OSD 還有這個它跟OSD的GPS天線 接著這邊呢? 還有這個圖傳 就是600MV的 好,看二個圈有沒有機底才能看到 這個600MV的圖傳 就把影片交換到地面站的 那電池呢? 這個5400MH 5400MV 那這個呢? 就是LED信號 來的 那接著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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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掃存了 就是把機器的Statis呢? 和那些資料呢? 就傳送回到地面站的 那隨時可以掌握到 機器的那個 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那接著現在這個黑蚊蚊呢? 就是一個穩壓器來的 那就是把電池 因為電池呢? 分配了去摩打那裡呢? 那電壓呢? 那電壓呢? 就很不穩定的 這個東西呢? 就可以將它永遠保持12V 就給電那個圖存的 就是這個圖存的 就是這個圖存 還有發射 因為如果電壓會有 有分歧呢? 對發射影響很大的 然後看到這個圓咕嚕就是一個電容 看起來好像很特別的 一個普通電容 就是供應電給那個圖存的 那麼 逐一詳細些介紹吧 那那部機器呢 那個接收呢? 就在這裡 就是呢? 將那些訊號呢? 傳輸 即是控制的訊號 就是由經這個發射 控制的訊號呢? 就傳輸去這個 APM這個控制器 這個其實呢? 就是一個穩定器的 還有裡面很多programable的東西 例如可以 編定行程啊 還有很多 它連這個Gimbal 這個相機呢 那個 那個方向控制 都可以在這裡 program 的 但是都幾 多東西要設定的 那你 當個接收呢? 接收的訊號 傳輸了到這個控制器裡 那它呢? 就會 將那個機器的訊號 即是乘報cropter的訊號 就會 接收了一個訊號 就 給這條線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有四個馬達的線來的 那麼 分配了給四個馬達的訊號 就是哪個馬達動快點 哪個馬達動慢點 那麼 傳輸給分別有這四個馬達的 那另外呢 這裡還有一個插呢 接收什麼呢? 就是接收到所謂的 數據傳輸了 就是接收到這裡的 接收到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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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機器的資料 例如高度 速度 角度 回航的 方向 各方面很詳細的 資料 接收到地面站 無線傳輸 過去的 例子就是這樣 就是 地面呢 其實可以用一個Android的手機 都可以 但現在呢 因為Android手機拍片 我就用了這個來示範 這個呢 就是一個地面站的介面 那這裡有個地圖 那我可以在上面呢 就編輯 我要飛的 路線 以及高度 之類 這個呢 就是這部機的 現在的status是怎樣的 方向 高度 以及這部機是垂直 向前向後 那些數據 因為現在還未接通 所以還未有 對 說到這裡呢 回到這個APM 這部機器 這部機器呢 還要接駁一個衛星天線 就是這個 這個衛星天線 接收現在的位置 在地球上的位置 那部機器 還有呢 還有呢 指南針也在這裡 在不同方向呢 它就會可以控制到 那部機器 向哪一邊去飛 那裡面呢 這個APM裡面 還有一個氣壓計 就要來量度 現在的高度 那就是 要來控制 即是 如果有個計劃 可以控制到 怎樣 讓行程去飛 它就可以 可以 可以把高度的數據 給它 那它就會跟來的數據去飛 那呢 那呢 這部機器 因為它沒有特定的位置 是裝些什麼 裝些什麼 那這個我都想了很久 設計了很久 就是呢 這裡呢 就有一個 平時呢 一般來說 那些ESC電變 電調系統呢 通常 那些朋友呢 就會安在這個位置 下面 那我就 盡量想令到這部機器 四支鼻子 就輕一點 可以靈活一點 所以把它塞在這裡 有四面 每一面就是一個ESC的 那應該都不會影響散熱的 這裡就一個 對 散熱應該都沒有問題的 那至於 嗯 那個APM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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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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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